多年来 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冲突一直未得到解决 而起因可以追溯到1978年 当时以色列曾出兵入侵黎巴嫩 1982年 以色列再次入侵黎巴嫩 一度包围黎巴嫩首都贝鲁特 并长期控制黎南部地区 此后 以军又在2006年 在黎南部与黎真主党武装展开冲突 黎巴嫩和以色列的矛盾根治于巴以冲突 上世纪70年代初期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将总部设置在黎巴嫩 并在离南部聚拢因战乱逃离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难民 对以色列展开打击 最后 以色列趁黎巴嫩陷入内战 于1978年3月以报复巴结组织为由 入侵黎巴嫩南部 控制了利塔尼河以南的大片地区 1982年6月 以色列方面借口其驻英大使 遭到巴结组织的未遂刺杀 对黎巴嫩发动了更大规模的侵略 一度封锁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 并猛烈袭击巴结组织武装 最终 巴结组织同意撤出黎巴嫩境内 而以军也逐渐撤回黎南部地区 并继续控制黎南部地区 直到2000年5月 以色列政府才正式宣布 从黎南部地区撤回连离部队划定的蓝线以南 这条线也被视作当前黎以两国的临时边界 以军撤军后 在对抗以军中成立并逐步壮大的黎巴嫩珍珠党武装 逐步控制了黎巴嫩南部地区 并继续与以军展开交火 2006年 以军因珍珠党武装对其士兵的袭击 再次派兵入侵黎南部地区 与珍珠党方面交战 在以军的多次侵略下 至少数千名平民在冲突中死亡 大批黎巴嫩民众流离失所